大家好,现在是中午啊,1点37分啊,1337 接着跟大家聊什么呢?刚才有人说让我聊聊我当报官员的经历哈 我当报官员可早了,1988年啊,我那会脸上连一根胡子都没有 啊,我这个男性特征,不像有的人哈,落腮胡子,胡子拉叉的 这个寒毛又粗又密啊,我这属于这个那会儿啊,没有皱纹啊,没胡子啊 我青春期的时候都没有青春痘,脸上特别干净 这个啊,不仔细看,可能还以为小姑娘呢啊 那会儿我18岁就当报官员了 这个偶然啊,我的前任是外交学院毕业的王先生 人家呢,潘高枝走了,我们这合资公司不是北京伊丽纳贝斯克吗 啊,外方是纳贝斯克,乐枝,富丽,奥利奥,是吧 鬼脸嘟嘟的饼干 中方是北京的老伊丽,伊丽果子面包,伊丽维生素面包 还有那个巧克力吧,巧克力酥叫什么东西啊,我都忘了 然后我是那儿,我这一辈子都跟吃的东西打交道 食品企业,食品批发 这个机遇好,那个初中毕业 结果那个人家那个外交学院毕业的走了 他们找不到合适的人就看我顺眼 把我给提拔了 这我可捞着了,是吧 我一初中生啊,人家是本科生啊 就干报官员 哎,然后就我第一次出远门去天津,就是1988年 到这个天津唐姑新港提货 啊,后来又首都机场海关呀 北京海关呀 建国门外永安里,永安里大楼里 啊,那会海关的人比较照顾我 一看我小孩,是吧 另外这个嘴也甜,也乖啊 然后这个再给他们送点饼干 那会儿我们那个乐枝饼干是甜咸味的 富丽饼干甜味的 我书包里边拿着公文包吗 书包里边滴着着一书包的饼干啊 然后他海关那个窗口不是五六个窗口吗 我每个窗口扔两袋啊 您尝尝您尝尝 哎,这个有的人有一个老吴啊 北京海关的啊,机场海关的 后来当了那个,当了当了科长了吧 哎,就比较重要的人 我们也请他吃饭 给他请他吃鱼啊 首都机场的餐厅 一进门这老吴就把尖章给摘了 海关不是黑衣服吗 带有尖章,怕人看认出来 就得尖盘就摘了啊 还有胡,胡亮 胡亮,北京海关的 呃,住在美术馆后街 黄米活动啊 我没给他送过礼 基本上没送过礼吧 可能也就送过点饼干 去过他们家 这胡亮今年怎么也得七十多了吧 我说这事也没事了 啊,没送过什么礼 还有一个大姐叫马翠玲啊 还有其他一些人啊 我这学这个报官员证 是在首都机场学的 首都机场的海关培训中心 然后我还记得我们那考官老家是一河北人啊 考的我们的证 我错了一道题 不过把证还是给我了 啊,去天津也是 去天津也竟碰见好人了 在港口里边提货的时候 那个港务局的集装箱公司的啊 有两个姑娘啊 其中有一个说他老了家就是北京的 对北京人挺亲的 另外管事的是一男的 比我大 然后他说我长得像他唐山的表哥是表弟啊 反正对我也不错 都没有额外的送什么礼 什么花什么钱啊 事就办了 那是八十年代吧 风气还凑合着啊 还可以 说到天津 我表哥在天津 我大舅 我老舅 我老舅家 仨儿子一姑娘 二儿子 我那二表哥在天津啊 他老丈人在天津是个小领导吧 给他安排的还行 然后我大舅家 我大表哥也是仨儿子仨姑娘 大表哥的姑娘在天津小学老师啊 这个也嫁了一个同学 同学 同学也是我们老家人 河北仁秋的 也是在天津 就是工作的吧 那在那打拼的啊 然后俩人就在天津生活了 生了俩儿子了 这不是国家又在叫什么 鼓励生二胎吗 这不是韭菜又缺货了吗 再生个小韭菜啊 好吧 给大家看看天津啊 天津那吃过几回饭啊 有吃过狗不理 然后南市食品街啊 还有红旗饭庄 这个唐姑的红旗饭庄 那的经理是这个外轮 天津市外轮供应公司的经理 请我们吃过饭 那会儿一说北京人还真给面 我们是推销去了 那会儿我是跟着销售部的这个 赵剑和于永明啊 他们俩开着我们公司的一个面包车去的 我们是推销 但是人那个外轮供应公司的经理说了啊 说北京来的就是客人 唐姑红旗饭庄搓一顿啊 给大家看看这小视频啊 全是天津的好吃的 天津啊他接地气 人家说啊在天津这个宾馆 不是宾馆啊 餐厅啊饭馆啊饭庄子啊 门口您还别停几辆汽车 你停汽车人家说你装逼 人家不进去 哎你停几辆洋车子 洋车子就是自行车 哎呀那吃饭吃饭的人排大队 天津他比较接地气 他那种市民文化 酒盒下烧码头文化是吧 天津人不像北京哎呦 都得盘盘到你什么来路 你们家哪个大院了 你们家什么背景 天津人不讲这个是吧 给大家看看啊 你见过这么大的糖果子吗 特意起了个大枣 就为了这口 小时候啊还紧张能看到 现在越来越少了 这老板啊还真实在 这糖给的还不少 小时候最爱口上的这糖盆吃 这醒出过的要多少 跟一切多少 再配上豆腐囊吃的会太满了 你这小外户去那村鱼了 这打我们俩找了一只鱼 这打一颗枕斗 今天来到那斯 尝尝他们家的老味儿告干 好我们结果又没了 我等会儿吧 你多二常啊 她们等会儿等会儿 都一 void aaa 我center 原来我们亦给 巨大的 virus 我之前起不下 现在我们也结订 那先生 那这 Pan 你 Chile 大 我自己瞅ration 对 好了 两块 这稿纹就得看热吃 哼 这黑乎乎的是妈呀 今天来尝尝全天女士最好吃的嘎巴菜 秘诀就在这儿 自制的醋油香代替酱豆腐 自己产制的嘎巴淋上麻将撒上想菜 素乳嘎巴菜满满的麻将香 好刺 好刺 吃麻麻将 像李嘉纯长的 李嘉纯 三个几单 三个豆皮 足够三四个人吃的 面啊还能无限虚 看这小姐姐吃得多香 这个大碗款面看着不错 我可吃不动了 下次吧 这是一讲我每周都会去吃的牛肉饭 店面不搭 但很温馨 这胖孩子 营养过剩了 尝尝他们家的独饱肉 我好了 第一次吃的独饱肉 外面是薄薄的羊肚 里面是鲜美的羊肚肉 这让他们家的咪吃小样 老汤一口还能拉死 卤好的羊把取成小花 像老汤的鱼泡 特别入味 配上现烙的大饼 这么一价 那明天拿好了 晚上灵魂的脆辣椒 再来碗免费的老汤 看小姐姐吃得多美 小姐小花香来吧 这到年底了 高地得是个硬刻的 犒劳一下自己 请朋友说 凤凰路的这下海鲜不错 我就来了 一进门就看见大哥在这忙 挺大哥安排的准备撮 这都是背壳都行 都没有啥子 这特别肥 最近就是麻方的海鲜 还有三拨海鲜 这下特别好 这海鲜吃的就是一个鲜 小辣海鲜 肉质饱满 麻辣鲜香 皮皮下扎的酥脆 让着脚牙齿 超过瘾 大下都是开了背的 一口一个听不下来 这比手掌大的生蚝才十块 主食来个海鲜放便面 吃的可太美了 现今最好厚的牛排自主 每人只要69 不限量随便吃 那我就不客气了 只要不浪费 想点多少点多少 牛排打配糖浸蛋 馅嫩夺脂 还有自排 猪排和鱼排 冒着热气 通通来一份 吃的不过瘾 还有披萨 炒菜 炸污 小吃零食 冰淇淋 你想吃的这里 基本上全都有 再来一杯红酒 完美 你觉得几份能吃回本 赶紧给老板上一颗 哇 今天开车20度公里 把花明珍 就为了尝尝 谈谈的牛杂果 老板啊 还请实在 这满满的一果 肉料十足 倒入秘质老菜 再淋上热油 这香味立马就出来了 牛杂果好了啊 在这小炉子上 固度一碗 才可以开车了 这大棱片 来上一份热腾腾的牛杂果 可真是暖性又滋补 吃完肉啊 增加涩自己喜欢的配菜 这洗满汤汁的小果子 特别好吃 推荐给你们 终于打卡了这大最近炒活的 港式茶冰淇 环境超nice 仿佛疫苗 穿越到了香港 据说一天能卖出 三千分的漏奶茶 先且先吃 口感才最好 这里能吃到 米其林级别的 澳门少威 和各种港式茶点 二南小分饭 可以吃到三个汤匙大哦 密质茶少 美甜现作 甜甜的 口感刚刚好 可以叫烧鸭 皮脆肉嫩 烹似的波罗宝 超有内涵 再来的小熊冬莹茶 这顿吃的眉眉的 看着真棒 刚才那卖高干 高干 高干 那个小吃 那老太太 我这都挠成了奶奶了 熬成了奶奶 挠成了 挠 天津话说挠 北京话说熬 多年的媳妇 熬成婆呀 哎呀 岁月的沧桑 是吧 这个老东西啊 老的小吃啊 这些有名的吃食啊 传统的餐饮 的这种传承啊 现在慢慢都可能在减少当中哈 天津人就是说话就是嗝啊 天津人 人人都是马三立马志明啊 跟马志明搭档的叫黄足民是吧 啊 东北人都是赵本山啊 我那会在沈阳 郊区那个辽中县收大米的时候 那是人说话都嗝的呢 说话逗乐啊 天津人叫嗝啊 挺好玩的啊 哎呀 精神会餐我都流口水了啊 哎呀 好玩啊 我记得那会我们去天津走的是通州密子店京津公路 那个路都坑坑洼洼的啊 那个港口里边叫港池 港池啊 然后我们的车闯了一次红灯警察追上来就给买两条烟啊 这也不罚钱了 哎 这就是中国现状啊 这个千里做官为了吃穿呀 三年清支府十万雪花银呀 天津98年 我还99年去过天津 带着我的女朋友 后来我的老婆 结果那天 就是那一天 法轮功还包围了中南海了 去请愿啊 结果那个西城公安分局那个行政处的那个处长还给我打电话 让我赶紧给送六百箱矿泉水 后来我在天津呢 后来知道那天是法轮功到中南海去了啊 后来朱镕基出来了 朱镕基一个人啊 带了一个带了一个随从吧 就俩人出来了 后来好像是北京市的副书记叫刘志坚 叫刘伯坚呀 好像还有谁要出来谈的啊 后来就后来的事大家就都知道了 好吧 就说到这儿啊 朋友们 谢谢